每年的国庆档都是各大电影片方必争之地 管短的七天里 各种类型的影片层出不穷 但能在国庆档出头的也就那么一两步 小编提前看了今年国庆档的影片上映计划 喜剧元素已经看到审美疲劳 但张一谋指导的动作片面 却给了小编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国庆档溢水的色彩斑斓里 黑白两色的影放若一世而独立 水墨风的基调韵味十足 把东方美学展现到了极致 单凭这组海报影就成为了不少 网友国庆档最期待的影片 看影到底能不能担得起最期待 作为资深影迷 小编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张一谋谈及创作初衷 实表示很多年前就想拍这个电影 而影这部电影 倾注了张一谋一直以来的替身情怀 没错 影讲述的是一位影子替身的故事 在影片中 邓超一人分尸两脚 一位谋臣紫瑜老谋深算 一位影子静周 白衣撒爽 在八岁之前 静周不过是个普通男朋友 而他的命运在八岁之后彻底的改变了 当年紫瑜的父亲被刺杀 其叔父担心他重蹈覆辙 巡练天下只为找出一名与紫瑜相貌相似的人 八岁的静周就这样被悬中了 从成为影子的那天气 静周就被秘密囚禁在王府接受训练 紫瑜受伤后 静周奉命在朝堂上替代他 成为了紫瑜的替身 他的命运注定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只要是人就会有不甘心 当他不甘于做傀儡替身时 影的故事 开始进入高潮 在静周与紫瑜的纠葛中 孙力饰演的小爱 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角色 他虽然是紫瑜林郑严顺的妻子 但小编在预告片中发现 紫瑜把自己囚禁在密室里 日常中和小爱相处的 一直都是静周 小编觉者 小爱是爱着静周的 不然也不会在他受伤后 流露出这么温柔的表情 但也正因为如此 小爱在发现事实后才会更难接受 身边的爱人是替身 名义上的丈夫 又拿他当道具 小爱在发现自己的处境之后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紫瑜和静周 又会因为他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小编不知道 但很显然 小爱不是一个甘于命运 随波逐流的女人 在花絮里 张艺谋就指出 不要让他变得温良宫简张 也正因为如此 这三个人和人物关系才更复杂 爱恨纠葛才更有可看性 据说影片的后30分钟更是全程高能 小编还是非常期待的 影也许不是国内第一例 以替身为题材的影片 但无庸置疑的是 影是目前为止 国内替身题材拍的最好的一部 当然了 小编一个人说好 可能会有而有感觉片面 但有一些观众已经提前观看了影片 小编收集了一下评价 无一例外 全是好评 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 影就被评为张艺谋最惊艳的电影 主席巴巴拉称赞他的影会走遍全世界 之后张艺谋转战被美多伦多电影 更是好评如潮 莫名而来的影迷不惧风雨 多满了1786个席位 而一些在路边随即接受采访的观众 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目前在各大平台 影得到了国内外观影人的一致好评 在Metal Critics上 影拿到了高达88的评分 烂番切网站上 新鲜度也达到了83 亦前跨周论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